画面上是要进入光华国宅的路口 两旁的人行道上都各有一根路灯杆挡在中间 造成居民和轮椅族通行不便 施议员曾继炎接获里长和居民反应 邀请市府公务处等单位到场会刊 要求改善路灯杆的位置 而且会一笑大方 在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有庄荣荣经一座的时候 已经拆掉了两座 所以说这一届的话 在请生一座 为我们的人行道上面 会来拆路灯 再拆改善我们群人的道路 群人找到人行道的时候 碰到路灯杆就找到大马路上来 会造成的行人跟车辆征道 非常的危险 我们草动里里长 里关键里长 有接问民众的陈情 陈情我们金融市仁爱区 一山三项路口 因为路灯的灯杆 影响行人行的空间 那我想现在谢市长 我们金融市政府也在推 行人友善友善行人这个政策 那我想今天请我们金融市政府 公务处来会堪 然后一起来改善 移除我们这个路灯 然后把该路人行的空间 然后还给行人 现在我们金融市政府 我们小爱市长 在推这个行人友善 那我想行人友善 不只是说在路口 车辆要离让行人 那我想行人行的空间 那也是非常重要 所有的杂物 所有的交通耗制 所有的路灯杆 全部都要移除 把行人的空间还给行人 那我想还是 这边我们整体长这边 还是会督促我们金融市政府 尽快来移植 然后把该给行人行的空间 把它让出来 议员曾经言强调 市政府正大力推动 路口的行人友善 希望也将行人友善的美意 扩及到各个人行道上 减少人行道上的障碍物 让市民朋友都能安心 又便利地使用人行道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